天亮了 嗓子突然就啥了 那么最近呢 习主席爸爸的纪录片开播了 那习主席肯定也在酒店里面看节目的 那白天呢 这阵子 他正在上海附近全方位指导各行各业工作 那么这一部关于习主席爸爸习仲勋的纪录片呢 名字叫做赤城 为什么不叫习仲勋呢 因为十年前的2013年 这个名字已经用过了 当时是习仲勋诞辰100周年 央视就推出了六纪 介绍他一生丰功伟绩的纪录片 那今年呢 又推出六纪新的纪录片 讲的几乎是同样的故事 只是呢 今年是诞辰110周年 所以要再重复一下 名字也改叫做赤城 那么等到2033年的时候呢 我们先不想太多 就说今年最引人注目的一点 是习主席的妈妈 97岁的齐心 依然出镜 来怀念习仲勋 我们开会的时候 我排会后排的礼拜 就是习副总理的夫人 怎么穿那么臭雾 我回去把这话 就给她说了 我说人家手我穿有特徒 铺铺铺好 她那不计较这个 她不计较我计较什么的 对我的要求呢 就是工作好 学习好 一些事情都处理好 那对我们来讲 真是名言 可以当作所有名 你知道现在 这么多人的灵魂 越想越深人 而且传身下去 后代都有用 我们看到习妈妈身体 还是很硬朗的 那习爸爸呢 在那个年代 也是非常优秀的人 不过千万不要以为 今天小视频 要赞美习爸爸 其实正相反 我们频道呢 有史以来 要第一次 做一期不赞美习主席 反而要批评 习主席的小节目 因为关于 最近看到的 这几个小新闻 从我们角度来看呢 其实看到了 同一个问题 那说实话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 还有知识结构呢 每当我看到 政治家评价的节目 还有书籍 特别是自己 或者家人的评价 我脑袋里面 首先想到的 竟然是 美国的水门事件 因为这个水门事件呢 不但是政治上的大事情 它导致了尼克松下台 同时 这个水门事件 在认知科学理论的 发展史上 意义也非常重大 因为呢 它引出了一个 崭新的研究课题 名字叫做 自我认知偏差 或者自我中心的趋势 那简单说起来呢 事情是这样的 当年水门事件的录音 还没有被曝光出来之前呢 事件当事人之一 名字叫做 约克迪恩的人 就首先接受了 CIA调查 他非常诚实地坦白了 在事件中的所作所为 当然也对上帝发誓 承诺自己不会撒谎 那从他的笔录来看呢 在整个事件中 他毫无疑问 是一个最重要的 主导者之一 地位具足轻重 而且一直勇敢地 担负着道德压力 可是呢 就在约翰迪恩 接受调查的一周之后 白宫里所有的录音 都被曝光了出来 而从真实的录音来看 大家可以听到 当时更真实的来龙曲版 于是就发现一个问题 从录音来判断 这个人呢 虽然确实是 事件的参与者 可是实际上 他是个 无关紧要的参与者而已 这个约翰迪恩 可有可无 甚至根本无需对他定罪 更不要说什么道德高尚了 那么这个现象 很快就被心理学家 拿来进行研究 确认了 这个约翰迪恩 是诚实的 同时也发现 一个人无论多么诚实 都很难跳脱出 叫做自我认知偏差的束缚 而这个自我认知偏差呢 绝不仅仅发生在约翰身上 他背后的大脑兴奋区域 几乎在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中 都在不停地重演 比如随后呢 研究人员又统计了司机群体 神奇发现 总会有九成以上的司机认为 自己的驾驶水平 是高于平均值的 他们大脑 同样的部位在兴奋着 在研究一下 投资的股民呢 也会发现类似的结果 还发现呢 对于绝大多数人 只是在发言的时候 都会看到自己的发言 产生了更大影响 更让人印象深刻 而此时 还是大脑同样的兴奋区域 研究还扩大到了好多方面 我们再举两个小例子 比如呢 研究扩展到了种族问题 结果惊人的发现 几乎所有种族的人 都倾向于认为呢 自己的种族 比其他种族更优越一些 所以轻微的种族歧视呢 其实是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 之后研究又扩大到了 关于选择的问题 发现不管是什么阶层的人 都会倾向于去轻视自己没有选择的东西 而倾向于认为 自己已经做出的选择是最正确的 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 这样我们也就知道了 在这个大脑机制作用下 不止中国认为共产党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所有不管民主集权 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 都有同样的认知模式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呢 是说只要有条件 人们都倾向于感觉到 自己是可以去指导和教育他人的 这背后都是自我认知的偏差在其作用 那以上种种非理性的大脑现象 在脑科学界就引起了轰动 因为它实在可以描述太多的人类行为 那当然也包括我们要说的习主席的行为 所以这还并不是今天我们要批评习主席的点 在进行下一步之前呢 我们要先搞明白人类大脑为什么要出现这种奇怪的倾向呢 我们需要先从进化论角度来了解一下人类大脑的进化历史 从中呢就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在哪里 习主席又在哪里 我们来看 如果从达尔文进化论角度来分析 那之前的一个视频呢 我们讲过 大脑形成之后第一个人类独有的进化 叫做意想极致 我们说 大脑对于好多现象会快速地形成一个异想 就是神经纤维的快速连接 包括人们的所有观点或者迷信或者阴谋论 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 而且这个能力实在是一种优势精英的表达 它确实让我们在竞争中胜出了 因为有能力找到任何的解释 都胜过没有解释 它让我们避免了束手无策 所以是大脑一个了不起的进化 而就在这个基础之上 大脑进行了第二个进化 弥补了第一个进化的缺陷 因为我们知道 意想的过程是没有方向的 而最新的进化 恰恰就是给意想一个方向 而这个方向 正是今天我们说的自我认知的偏差 自我认知偏差 真的让人生存能力变得更加强大 而背后原因也非常简单 就是它帮人体节省了大量的能量消耗 你知道 人的大脑是耗能最多的器官 高达人体四分之一的能量 都是在大脑消耗的 毕竟世界太复杂了 什么事情都可以轻松耗尽 哪怕是科学家的一生 那何况是我们呢 而最最消耗人的思维过程就是 这条路是不是错了 我到底是正确的吗 别的选项又是什么呢 总之无穷无尽的纠结和消耗 可是呢 自从有了自我认知的偏差 它让你相信 你的选择往往就是正确的 你呢 往往就是那个最幸运的 世界对你来说 一切都是最好安排 于是 大脑因此节省了大量的能量 而把能量节省下来 让你更加积极地面对人生 这样的你 再次胜出了 这就是人类大脑 第二个伟大的进化 说到这里呢 我们要插播一点内容 就是关于抑郁症 那关于抑郁症的讨论 这些年成为了一个热点 而背后的原理呢 世界上已经有了好多不同的解释 比如主张用药物解决的 血倾诉缺乏理论 主张心理咨询的创伤理论 还有精神分析理论 好多说法 可是呢 有非常确切的实验数据 支持我们另一种理论 那就是自我认知偏差的缺失 你看 如果一个人面对种种现象 快速形成的异想呢 如果不再是积极的和自恋的 反倒是消极负面的 那么我们可以说 此时自我认知偏差 并没有再发挥作用 而这就是抑郁症的另一种定义 所谓赶食花尽泪 恨别鸟精心 说的就是这个现象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治疗抑郁症 一个很好的方法 其实就是人为的去塑造 去鼓励自我认知的偏差 换句话说呢 足够自恋就不会抑郁 是的 从这个角度 理论呢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 而这个属性 也可以认为 是自我认知偏差的 第二个优势所在 既然聊到这里呢 就插播这点 关于抑郁症的知识 我们言归正转 还是回到大脑的演化历史 从中去发现 今天批评习主席的依据 刚才我们讲说 相对于异想呢 自我认知偏差 是一个很棒的进化 可问题是 世界上没有哪个进化 哪个功能 是完美的 自我认知偏差 也带来了副作用 而且有好多副作用 比如 在集体协作中产生副作用 在认知过程中 也产生副作用 基本上呢 如果你从事的工作 是比较单纯的 比如二十万年来 主流的工作 是采集 鱼猎 还有农耕 那像刚才说的 这时候 自我认知偏差 对我们的影响 是正面的 可是呢 如果要面对 更加复杂的工作 面对复杂的环境 那总是过分的自信 还有自恋呢 会让我们得不到 正确认知 甚至因此就死掉了 然后 基因就无法延续了 于是呢 人类大脑 不得不诞生了 第三次光荣的进化 这个崭新 基因的作用 就是主动地 去抑制 自我认知偏差 去控制 自我中心的自恋 还有相关的兴奋 同时呢 让我们能够 结合大量的信息和经验 对很多现象 包括对自己 进行客观的判断 而这个基因的表达 这个过程 是在我们大脑 最前端的位置 进行的 学名叫做 眼窝前头前眼 有好多证据表明了 这个部位 是目前人类大脑 最尖端 最精密 也是最后 才形成的一个部位 那一个最简单的证据 就是 当人们喝酒以后 超级小分子 可以侵入到身体里 各个部位 开始捣乱 但是 最最脆弱 也是最先崩盘的 就是这个部位 因为它最年轻 所以它最脆弱 换句话说呢 只要一喝酒 那过分的自我认知偏差 就失去控制 要发疯了 而与此相反 如果这个最尖端的部位 功能强大 表现呢 就是自嘲和自我化解 甚至是开自己的玩笑 或者恰到好处的 自我否定 这样 自嘲的现象 其实就反映了 人类智慧的最高峰 所以我们看到 爱因斯坦 释迦牟尼 牛顿 孔子 等等好多 在人类历史上 有智慧的人 在人生中 都曾留下 大量的自嘲 或者自我否定的句子 而平庸的人们 很少有这种表现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已经说了 三次人类大脑的 主要进化 于是大脑的演化 结束了吗 其实并没有 可是关于大脑的 第四次进化 并不是好消息 简单来说呢 是最近有研究显示 就在最近短短 几十年之间 根据物尽天泽 适者生存的原理 人类大脑 确实在进行 新的进化 只可惜 这一次神秘进化 研究发现 刚才讲的 眼污前头前眼 弱化了 相反 自我认知偏差 再次强化了 而这样的基因 再次成为了 更加适应环境的基因 因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 伴随着社会分工 还有竞争越来越激烈 很多时候 是不需要太过综合的 理性智慧的 只需要自我认知偏差 足够强大 就能够帮你 获得更多资源 所以很遗憾 大脑第四次进化 竟然是逆进化 以上就是 人类大脑的进化历史 说到这里 下面要进入 小视频主题了 就是挖掘习主席大脑 真正的弱点 就像刚才说的 其实每个人身体里面 都有自我认知的偏差 这点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比如习主席的自信 他的坚持 他的极权 他的连任 也包括对父亲习仲勋 有点过度的宣传 还有对习仲勋 领悟的大规模扩解 这种种现象呢 在一定程度上 至少从我们频道角度来看 都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最大的问题在于 强烈的自我认知偏差 作用到最高领导身上之后呢 会导致过度的 有点事无巨细的指导 还有说教性的干预 因为据我了解呢 这样的行为模式 已经有了好多实验和研究 被称之为 自我认知偏差 导致的是会病治认可 那时间关系呢 我们置去两个小例子 来看看它的危害 我们要介绍的 第一个实验呢 是针对画画的孩子们 他们当然并没有成年 如果用这种方式 作为老师 来领导孩子们画画 那么跟对照族比较的话 就会发现 这样做 明显导致孩子们 对画画内心深处的动机 在减弱 好多孩子会学会伪装 可是会失去 对画画的热爱 下面呢 再说第二个实验 就是用这种 自我中心的社会病治人格 来对待工厂的工人 他们当然是成年人 还是跟对照族比较呢 就会发现 如果这样做 工厂里面 工人的辞职率会提高 个体脱离集体的现象 会变得非常明显 那据以上 这样两个实验的例子呢 是因为他们 让我联想起来这些年 中国发生了好多新的现象 而在现象背后 习主席内心强烈的 自我认知偏差 肯定是在起作用的 今天的小视频呢 非常例外的 作为建设性意见 献给我们的习主席 我将进行 献给 smaller工厅 我们的写心